这种甘玉舌相 吃再多柴壶梳干丸也没用 像这种甘玉舌相 别说吃一个月的柴壶梳干丸 到了这个地步 吃10个月也没有用 因为 到这一步已经不对症了 他舌头两边骨胀发红 舌尖也有红点 这就是典型的甘气瘀结时间太长 已经甘玉化火了 甘火上炎 灼烧心神 造成心甘火旺 所以说这个人经常头晕头痛 脾气也差 晚上睡不着觉 口苦咽干 有非常多的症状 这些症状都是和心甘火旺有关系 其次他这个舌中凹陷 说明甘玉克脾 阻碍了脾胃的韵化功能 除此以外 他这个舌中也比较干燥 还有很多细小的裂纹 那么考虑他伴有胃火太旺的问题 这个人一开始可能是单纯的甘气瘀结比较轻微 但是他拖的时间比较久了 导致现在比较严重 比较复杂 已经拖出了脾须和邪火内热的情况 柴湖酥干丸 酥干解瘀效果非常好 但是他不健脾也不清火 甚至还会加重火旺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酥干里气会进一步伤到阴 那么正确的调理方法 应该是在酥干解瘀的基础上 同时兼顾健脾清热 轻微卸心火才对 就是这个程度 很高的